波這個韛ees擴放 講到了今天的一個潛力股 其實每集都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潛力股 這一集其實也想講的 就是講交所 就是今天想跟大家講的潛力股 為什麼要選一只能教交所呢 其實有幾 países 第一个原因是中概股回流的概念 未来来说我相信绝大部分的中概股 能够回到香港的话 都应该有很大机会转场回到香港 短线来说是一个消息层面的刺激 所以今天看到港加索就抽了4.2%上来了 这是第一个原因是消息层面 第二个原因是股市去到这个位置 但是试一下是开始慢慢去有承接的 就算有机会更深一点也好 我觉得都是一个可能是短期去推下去 但是港加索你记得到股指数推下去之后 股份都是去到这些水平 开始我觉得其实同样 都应该是慢慢尝试一下足足底 而且你看它都是挨近近这一年来的 一个trading range的底部 其实都是一个可以尝试去吸纳的一个水平 现水平来说 这个是第二点 第三点就是一个比较中长线一些 比较实在一些的 因为你看回那个成交 虽然我们经常看那个成交 其实就不太行 可能是一千多亿、一千三亿、一千四亿 这样的水平 但你对比起再几年前 其实这个成交上平 其实已经是相对上 慢慢慢慢一直升上来的 是悶的 但如果你真的在更加多的一个中概股 来香港上市的话 其实这个成交 其实都可以帮得到 慢慢地增加 对于港交所来说 是真正的一个叫做基本因素 所以这一点来说 我觉得港交所 overall 你长线来说 其实依然会有它的价值 还有你再看回之前那些 就是公布出来的业绩 你是商务交易所那边 我相信其实那个经营 又可以慢慢地好转 又帮得到那个业绩 那些港股那方面 虽然说那个成交 又不是特别强 但是我觉得也不会太差 除非你的市场 又不停地沉下去 但是你都可以维持到 是千多亿的松资的水平 我相信其实都应该可以帮得到 所以其实对于港交所来说 我觉得是现价一段 或者现价来说 都可以去考虑 吸纳的一个股份 那万一了 现水平来说买了 你都不会一直飙上去 为什麽呢 因为它是指数 行指的区别 就是你要等那个指数 它要抽回上去高一点 港交所才有机会抽升上去 所以你想买的话 我觉得都是 抠港交所怎么做呢 策略部署就可以分住去买 那万一你觉得 短期这个中概股回流的消息 可以刺激得到去 你现价是买入去的话 首先就上去看哪个位置呢 470至490元 这些水平先 如果它有机会上得到去的话 那我也觉得应该要先提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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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你买进去吧 那其实都不至于 我觉得它未必很弹的 那它下这些水平 你就可以先收集一下 那这样 其实我觉得 港交所是你可以撥一部分钱进去 买进去是可以去持有的一只股份来的 那首先这份现水平来说 那些股份也不太好 那但是也未必那么多朋友 他喜欢坐的嘛 那些股份 他觉得失了止捷位 应该都是要沽的了 那哪个位置你是要沽呢 我觉得你失了400元这些水平 因为你现水平来说 就比较 大概失了十多个百分比 失400元 那就应该要考虑 就是先退出来 那但是我觉得你退不出来 可以真的下回那些租化限价 就是它升回上去 那你就补回去 可以做一个这样的操作 那如果你真的向下失到400元 那我相信其实短期 那一项应该有股市去沉一沉底 才有机会令到港交所失400元 的一个这样的情况 所以如果你真的中线 我觉得买入港交所 是有机会博去 看看会不会是这个 近年的trading range的底部 那看短期来说 那有机会上网 有机会上网 407到409的时候 可以考虑tetic profit 那万一它向下了 那你要看住400元 那短期就有一个止蚀 那但是就要可以下一个 速快限价 那万一个施放回稳 还有股价又回上去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去帮你出入 这个股份 那中长线我又不觉得 有什么大问题 因为始终你都是 港股方面的独市 一个交易平台 那你再加算 其实在内地更加多的 互联互通的一个项目 对它来说 整个成交 其实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那中长线也都可以 值得去持有的一只股票 是最重要的 我可以拥有的 我可以拥有的 我可以拥有的